美國總統拜登推動印太經濟 外交部對於我國為納入印太經濟架構首輪名單感到遺憾 我國政府未來仍將持續積極爭取參與 中國和部長王爺不再反對台頭這支美國印太戰略本質上就是製造 分裂對抗破壞和平 任委會來失敗 不過美國總議員金英與批評 中國是不放棄對著臺灣黨務 甚至可能來控訴臺灣 美國跟印太地區的朋友應該來團結 積極臺灣 日本東京台校副告書 左橋樑接受日本HK訪問時說 美國總統拜登這次訪問日本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臺灣議題 他還說我們可以報道23號 美國 日本高峰會後的兩下文件會來講到臺灣議題 我們臺灣的國際上是分析 台海安全一定是在美國印太經濟架構的重點之一 這拜登政府沒有把我們放進去第一輪的名單 最好是希望在印太的經濟架構可以順利來進行 並且也關注美國跟中國現在的緊張關係 因為現在四個國家能不能很快凝聚共識 向外推出 這個都還是需要一方的試探 同時這還有一個國際政治上的一個敏感性 因為中美畢竟現在全面戰略競爭 但是美國在很多議題上 仍然需要跟中國大陸面對面來談 談一些合作的事情 因此呢 這個是可以理解 現在美國在經濟架構不合 還有國風頂頂的面向 還有一些需要跟我們臺灣來講的交點 像是半島體共鳴 還有新三連 因此美國會在相關議題出席國家 立後來討論是否讓我們臺灣加烈 印太經濟架構 記者 張智雄 片尚祖 台北部